株株市位于湖南省东部,是湖南省13个地级市之一,是南方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,拥有南方最大的货运编组站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株株市总面积11262平方公里,下辖务区,三县,一市,2017年末,全市常住人口402。15万人,市区常住人口120万人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株洲市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城市,区域经济发达,2017年全市GDP总量,为2580。 4亿元,排名湖南省第五位,落后于长沙,10535。 51亿元,岳阳,3258。 03亿元,长德,3238。 14亿元,衡阳,3132。 48亿元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株洲市山清水秀,风光一米,被誉为湖南省最干净城市。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62%,盐林县更是高达83。 55%,盐林神农谷,是全亚洲富氧离子最高的地方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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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